今年台東異常炎熱 雖然熱到不行 但是也讓許多的民眾快樂得不得了 這群特別計畫來到台東 參加熱氣球活動的遊客 雖然沒有機會坐上熱氣球 但是能夠親眼目睹 讓他們非常開心 會來看熱氣球 那你們這次有坐熱氣球嗎 沒有 因為太晚去了 就還蠻震撼的 因為好大好漂亮 反正就是看到熱氣球 然後這邊很興奮的 拍一大堆照片 風景路很漂亮 很值得來 讚 他們是從台北坐火車來到台東 雖然這次的台東之旅 讓他們體驗到台東多元化的旅遊模式 說到當季台東地區的活動 旅遊資訊的頻乏 讓他們頗有維持 三天兩夜的行程 這三天的話就是第一天就是下來之後 我們就是先去那個東海岸 應該網路上面可以再做更大的那些 專門的網頁 然後那些網頁可以連結到那些民宿 然後那些民宿再一起宣傳台東多次的活動 他們沒有在網路上面都沒有 就是有這樣的訊息 他們只有寫什麼熱氣球像年華這樣子而已 觀光季節啊 譬如你會有那個熱氣球啊 或者是風年季那些文宣 要有更足夠的資訊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資訊 都是有部落格那邊得到的這樣子 就是文宣的部分啊 還有就是規劃的更完整一點 譬如在那個台東火車站 應該就要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我們可以知道比較完整的資訊這樣子 外縣市的遊客 抱怨民宿的旅遊資訊 竟然比公家的旅遊服務中心還多 台東縣政府官網的旅遊介紹不夠完整 讓他們錯過了許多當季的精彩活動 民眾他在旅服中心就是所反映的這些問題 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就是第一個我們有台東的一個觀光地圖 旅遊租宿首次 所以這些責業其實我們是有做 而且是中文、英文、日文都有 針對台東縣政府的觀光旅遊網 早先的確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在資訊的部分 那從去年應該是說從前年開始 我們就盡量讓就是透過我們的一些溝通會議 讓各鄉鎮市公所或者相關的單位 他在舉辦不管文化、觀光活動 他都能夠提早告知 所以從前年其實我們大概有開始做 所謂的觀光型勢力 讓大家民眾他要來台東的時候 他能夠做一個事先規劃 如果早知道其他鄉鎮還有旅遊的主題行程 或許就可以延長旅遊的天數一次玩個夠 東台新聞張家維台東報導